演艺圈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年轻人赚钱的捷径 不过现在有很多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进演艺圈不是为了赚钱 还真的只是为了做兴趣 像是观影还有慕西岩 这些都是企业界的千金第二代 你现在又多了一位 她是这个润态集团总裁 尹远良的侄女叫尹崇珍 那么刚开始踏入演艺圈的时候呢 她说家族里面全数反对 的确身家上议员的她呢 拍片一级酬劳只有上万元 不过她说她不在乎 她想靠自己的努力 在演艺圈闯天下 18岁的尹崇珍 不但是新生代的演员 她还是润态集团的千金 她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演那个雅琪啊 我就说对啊 她说我有在看 然后第二天我下去 然后那个上次礼拜五 我遛狗的时候 她把她电视开超大声的 就放永远不回头 然后我就走过去 她说我有在看 我有在看 我说谢谢谢谢 提到家里的穷风背景 其实尹崇珍相当的低调 但是她拥有跟侯佩曾一样的 男家大的学历 尹崇珍的恶伯 就是润态集团的总裁 尹崇珍身价上议员 但是她一脚踏进演艺圈 演过三部偶像剧 虽然都是配角 以前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她还会跟人家讲说 吃饭啊 她说她不要提 不要提我做什么的 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那现在她就会说 为民主派拍广告啊 企业的千金踏入演艺圈 一步酬劳 不过少万元 上通告一节五千元上下 但还是吸引许多企业 第二代进入 像是玉京千金的沐西岩 自己就有个九千万的豪宅 但是进演艺圈 却成为她的职业 然后我妈妈就来 看过我一次之后 就跟我爸爸说 很像住在仓库里面 身价上映的千金 虽然靠演出小看 和上通告闯出知名度 但是靠自身的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 摆脱企业的包袱 在演艺圈闯出自己的天下 中学周冲运楼配于台北 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